你好 欢迎收看7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花莲县政府自105年度办理公费留美征选 已经历史6年选派51位高中学生和443位国中生赴美留学 22号111年教育希望功成公费留美记者会 邀集17位学成归国以及18位即将赴美留学的国高中生 期盼透过经验分享与祝福深入体验异国文化 破坏培育全球人才的教育愿景 花莲县政府自105年度办理公费留美征选 历史6年已选派51位高中学生和43位国中学生赴美留学 22日111年教育希望功成公费留美记者会 邀集17位学成归国和18位即将启程赴美留学的国高中生旗聚 希望透过分享鼓励当作基础 让公费留学制度多一点勇气 远在他乡很远的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给他回应 及时拥抱他 但是我想在这一年当中 除了甄选上以后经过一年语言的培训 再经过到美国去 我想都有一定的准备 另外有前一届的学长学姐的分享 我想也是稳定同学的心 但是毕竟出谷还是不一样 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所有的家长 愿意放手 但是当放手之后 他看着他一步一步的独立面对 以及跟同学打成影片还有学习 反驳之后我相信 大家看到了孩子的成长 一定是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有功费留学学生 分享在国外参加有趣的party 分享在华联没有尝试的运动 或者课程和文化体验 幸福期许准备赴美留学同学 以归国学长姐检验为基础 确实深入体验异国文化 以更宽宏格局和视野认真学习 或使教育平等精神 和破话培育全球人才的教育愿景 记得掌方言华理事报导 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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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